籌碼洞足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我是谢钟玲 跟着大户走财富 一定有 这一刻机会就在眼前 户走财富 籌碼洞足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大家好 我是谢钟玲 欢迎收看今天籌碼洞能大户肉版的盘后期盘视频 大盘今天中场上涨69点 ODC上涨2.8点 同学今天的走法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我们今天来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可能市场上比较关心的 就是指数的问题 联准会又放音了 昨天美股跌了西花的 那是否会让台股大幅拉回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内支到底在不在 那内支如果在的话台股就会有主流 那目前台股的主流有没有改变 多方火种在哪个地方 今天我们来看这两个东西 第一个 同学昨天美股真的表现不是很好 四大指数全部都跌 那跌它一定会有理由 那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个FED的会议记录 它说通膨能有升温风险 可能进一步升息 也就是说什么 通膨没下来 要升息 同学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它从年初一直讲到现在 基本上就这样子 但是呢你说到目前为止 现在已经8月了 有升息没有错 但是有像它之前讲的那么硬派 硬到不行 有这样子 现在基本上是卡利率在5.25-5 那昨天讲的就是它还要继续升息 那它还要继续升息的话 没错啦 的确公债殖利率 如果说以这个10年期来讲的话 真的有跳上来 真的有跳上来 跳到什么 它快要突破前高了 那同学 前高这边是当时市场预期什么 这个地方是当时市场预期 利率会升到6%以上 你懂得是吗 当时预期率会升到6%以上 那现在呢 现在跑到这边 那现在跑到这边的话 你再看这个下面的FD Watch FD Watch不太对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8月 再来是9月、11月、12月 也就是如果说你今年要升息的话 只剩3次而已 要么就9月 要么就11月 要么就12月 如果说我们用最新的FD Watch来看的话 这是12月的FD Watch 最高的几率在哪里 在5.25到5 5.25到5 靠一下不是跟现在一样 跟现在一样吗 就一模一样嘛 也就说什么 你喊归喊 市场上不是这么想 市场不是这么想 那为什么这地方跑上来 因为这一季 第三季 美国的财政部要发1兆美元的债券 那因为这个量很大 量很大 供给过多 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去 价格下去之余就会跑上去 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 当时是预期6%跑到这边 但是现在呢 现在其实怎么样 现在是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 财政部要泡债嘛 要卖债嘛 所以如果说你从 应该说最正确 或是说比较客观的方式 你要看FD Watch 就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还是什么 还是在5.25到5 这是市场上主流的看法 所以呢 所以其实就美股这部分 我认为就是 它只是短线上的因素而已 短线上稍微影响一下 好不好 影响一下 那影响一下的话 当然 美股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台股 这是重点嘛 美股会影响到台股 同学 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说真的 今天节目 也不用怎么录 你知道吗 跟昨天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觉 甚至跟前天是一样的 讲个东西 应该说 排名上的发展 就在我们 在照我们节目上 跟大家身份的讲 但如果说你要从总理机来看的话 今天台股这样子 早上还大跌140几点 后面呢 后面竟然翻红了 最后涨到六七点 哇见鬼了 怎么会这样 同学 目前台股 它内肢在 我们讲白点 就是内肢在 内肢是在的 那内肢在的话 内肢其实不太看总理经济的 内肢是看题材跟策码 那目前有没有好的题材 有没有好的题材性在 其实目前就真的有 真的有嘛 我会不会骗你 这个地方就是 看AI 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的差别 只在于到底手中有没有AI股而已 你有AI股 我相信这个盘 你每天都体感怎么样 昨天跌8点嘛 对不对 你有AI股 你的体感是跌8点吗 还是涨了80点 还是涨了200点 那今天涨了六几点 你的体感是怎么样 我现在你有AI股的话 甚至说 我们跟他说的 看板材嘛 你有时候板材的话 大板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耶 你体感的基本上 今天是非常happy的 你知道吗 我们先看这三支 代工了 伟创广达记家 先看谁 先看谁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耶 先看 先看 广达 没错吧 先看广达 为什么看广达 同学 股票强喔 一定有它的理由在 股票不会莫名其妙涨起来 你懂事吗 股票不会莫名其妙涨起来 因为 股票的这个K线 这个结果 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用钱砸出来的 现在盘不好的情况之下 会去敢砸钱的人 他一定知道后面有东西 到底后面是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故事 对 我像我们前天也讲了嘛 法硕都开完了 对 这两家法硕都开完 基本上都不怎么样 只有广达法硕开完 涨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缺料 缺料 COAS产能不足 在缺料 缺GPU 广达法硕会说 他 不会缺料 就是他有管道啦 他不会缺料 他可以拿到GPU 他不会缺料 所以大家都有可能缺货 缺料 甚至像美超委也说 呃 我明年预估没那么好 是因为什么样 不是我问题喔 是缺料 你COAS做不出来 我缺GPU 你给我足够GPU 我就给你明年EPS 20块 但是不够 所以只有15块 你懂事吗 但是广达说没有 所以广达法硕之后 报告怎么样 大家报告不是都下到北京正的 应该没错吧 如果说你有 你有在关心法案 这边出了报告的话 大家不是都下到北京正的 先看广达嘛 对不对 那广达 你觉得AI是泡沫吗 好同学 这我们昨天跟大家说的 昨天广达收270 前高是271 对不对 270 271 他快要创新高了 快要创新高 泡沫还会创新高 你给他骗今天280了 泡沫 见鬼了 创新高 头信是傻子 头信是傻子 头信拼命满 怎么会这样子 头痛同学 没有为什么啦 股票会涨一定他的理由啦 现在就是广大 他不会缺货啦 AI的部分 年复合成长率 连台经都说了 今年虽然说只有6% 但是复合成长率是什么样 年复合成长率是50% 也就是说100 如果说今年是100的话 明年是150 明年再50下去的话 不是200喔 同学不是50 50 这样等比喔 100 150 对不对 你150再乘以1.5下去 你知道吗 这是等比下去算的 他是年复的成长率 所以就这部分的话 就是创新高了嘛 然后呢 一大堆股票 你一只创新高 其他就跟着走了 就跟得起来了 所以结果A的部分的话 我只能说 虽然说我知道啦 你要说这个地方在泡沫 我也不否认啦 不要扯你后腿啦 好不好 我也不否认啦 但是他就没有报 他到底报了没有 目前为止 还有创新高股材就没有报 而且只有他在创新高吗 没有啊 银帮不是有创新高 银帮都拉的秦城啊 干嘛是 建准也快创新高了 建准了 还有什么 齐宏也快创新高了 一大堆股票 好不好 甚至像什么 甚至像那个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板材的部分 板材看谁 板材同学 板材这一块 真的是我们讲很久了 应该没错吧 板材这一块 板材啊 你看这个 昨天呢 这是昨天的那个法人的部分 你说法人这地方 现在8月中了 8月中现在准备要进入9月了 9月反而要做账 你看他买什么 定颖 板材的嘛 现准 散热的嘛 同学你自己看啊 他到底在买什么东西 一大部分都还是在AI这边 好不好 板材部分 台湾店是台药 318 108 7月开始 同学快过一个月了 今天多少 今天17号了 说买一个月啊 318 108 48 119 438 126 主要就是台湾店嘛 台湾店都拉着这些嘛 台湾店现在多少 435.5了 也快要创新高了 投信一直买 离前高没有很远 台药怎么样 台药混一混一混 也混到月线来了 也就是说 你股票方向对的话 股票方向对 你根本不用大盘在那边做震荡 你会发觉这些股票的方向跟大盘是不一样 大盘在守 半年线 他们在干嘛 之前大盘在破月线的时候 在破季线的时候 台湾店10千都没破 对不对 同学应该没错吧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台湾店 是什么 因为大盘那时候 已经有开始在风雨飘摇了 他 10千都没破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同学也会很奇怪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大盘在跌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 兵荒马盾的过程中 请你的心情放轻松 因为不是害怕的时候 是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看 主流强势股到底有没有变 然后呢 强势股里面到底是谁是抗跌的 谁是真的在 没有在裸涌的 你懂事吗 有些在裸涌的不行的 谁真的还可以顶住的 就这一组啊 只有他而已啊 不是吗 就这一组啊 这个在守那个 十字线嘛 这个在守月线嘛 当时大盘到哪里 到金线去 所以有没有相对大盘强 有嘛 那你相对大盘强后来怎么样 后来大盘 昨天大盘没有谈 各舞一片天嘛 今天大盘轻轻谈 各舞一片天啊 不是吗 然后像这个见顶 开始在扩散作用出来了 见顶 法人出报告 对 同学这个不是我编的啦 就法人出的嘛 法人的报告不是只有我在看 好不好 一些经理人 激进经理人 他们也在看 没有那么 没有人有那么多的时间 每天跑公司 就是研究员去跑公司 大家报告拿出来 对 对自己的看法 然后大家稍微讨论一下 OK的话就开单买了 基本上法人的运作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 所以呢 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 法人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 然后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未来 不是看本益比 好不好 你不要再看本益比了 啊今年 啊那个机箱店才赚多少钱而已 啊今年机箱店要贪多少啊 本益比多少 看明年 本益成长比好不好 同学 本益成长比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 不是本益比 是本益成长比 那你说见顶 那时候 8月9号 179 昨天也179.5 今天多少 188.5 好不好 跑上去了 创新高 最高是189 创新高 这下面精美的法人 好不好 然后金箱店 8月11号 178.5 8月16号 188 法人报告在这边 对 没错吧 法人报告嘛 那放在这里给你看 206.5 掌停板 创新高 同学 AS泡沫吗 啊 AS泡沫 怎么看都不像 都在创新高 你跟我说泡沫 你不要赚是你的事情 好不好 我要赚钱 应该没错吧 你要泡沫 你不要谈 你怎么的事 我感觉会去啊 我就等着你讲啊 对吧 啊 好像被我讲对了 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继续扩散作用 金居 好不好 我第一天讲的时候6月19 你只要隔天敢买 昨天还有 隔天还有低点给你买 没错吧 我这天就讲了嘛 没遮 这支 扩散作用出来了嘛 我这天没遮嘛 看一下前天我是没遮 这金居嘛 掌停板 对 然后隔天怎么样 隔天还有开低哦 因为 一开盘很烂嘛 大盘又不好嘛 开盘开低嘛 短线课出掉了嘛 短线课出掉了嘛 短线课出掉了结果呢 结果又涨了 哇见鬼了 645.5 656.5 65 65.6 连续三根黄黑棒 就会涨了 做什么的 同学做什么的 铜箔基板的铜箔 会涨 他会涨这个理由啦 他觉得铜箔要出货啦 他没有别的理由啦 同学 他做铜箔基板的 对不对 铜箔基板他要涨到理由 股票涨一定有理由 对不对 股票会拉三根起来 你觉得 谁会在这么烂的这个盘面下去 去买股票 对 可能知道他有事情的人嘛 到底他有什么事 这个理由嘛 他没有别的理由啦 就高阶铜箔啦 好不好 铜箔有分高阶跟低阶啦 低阶这个 低阶法人不会看啦 人家也不想看啦 高阶才会看啦 因为高阶是用在伺服器啦 跟AI板材啦 会这样涨 基本上就是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不用想了啦 就是高阶铜箔要出货了啦 没买到怎么办 没买到 这一支啊 低价的啦 刚表态啦 有兴趣可以起来啦 邀请你 每次都没赚到 每次都没赚到 我也没办法 AI不想买 车电啦 电影头控跟滑幅啦 我没折 同学 你不要说老师我都折起啊 没看到 这次给你折一下 会有权益 折一下 这个有没有折 没折啊 电影头控跟滑幅啊 34.35 125 36.9 128 44开头了 掌停板 创新高 盘式空头 盘在反弹 你管盘是不是反弹 同学你在管大盘是不是反弹啊 管那个东西干什么 什么V波反弹 什么C级波 我可能跟你打赌啦 那些算波浪的算到最后 不知道现在第几波了啦 那种东西我学过啦 好烂的啦 我的看法就是好烂的啦 股票市场就是钱拱下去 就会涨了啦 还在那边什么第几波 没有这种事情啦 就是筹码跟动乱而已 产业是不是趋势 股票是不是强势 就这两件事而已啦 产业是不是趋势 股票是不是强势 产业是不是趋势 股票是不是强势 就是这两件事而已 大盘 大盘 大盘你来说给我看 大盘 大盘就这个样子啊 那什么样子 不用看它啦 内支在啦 内支不管那个东西的啦 好不好 豪福今天127.5 今天130我有出一下啦 出一半啦 不是122买 前几天122买的 今天130 一张赚8000 盘好烂啊 赚个8000块 压压金可以拔 应该可以拔 所以呢 稍微震荡一下 应该还会涨啦 再震荡再买回来 这个创新高涨停板 这个不用理他啦 所以呢 所以同学 做个结论啦 有操作方法 就有祸 就有下一支啊 不要再管什么大盘 什么反盘 明年要选 明年要重要的民主活动 明年1月 台湾中的民主活动 明年11月 美国重要的民主活动 重要的民主活动 前一年你还真 他妈觉得这个盘 会崩盘 我也真符合你耶 这盘哪会崩盘啊 政经合一 巴不得大长特长 你还在崩盘 一起来赚钱啦 有操作方法 就有会呢 就有下一支啊 喜欢分享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按下小铃铛 帮我们节目可以订阅第一时间 推播通知你 我就会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族先机懂能掌 我就先祝大家明天超顺利 明年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